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太阳主场 凯歌高唱 从2023年12月8日起到2024年2月13日为止 同样来自美国西部战区的凤凰城太阳队和沙家缅渡国王队 总共交手四次 双方胜负各半 其中有两场比赛中局得分差距都在5分 国王队在这个例行赛季已经举行过的四次遭遇战的前两仗都是胜出 然而2024年1月16日在亚利桑那州以117比119隐分 2月13日又在客场当着17071名球迷面前 以125比130败倍 太阳队目前在美加地区男子职业男球大联盟NBA西区名列第五 而国王队则是老八 太阳队当晚团队投篮命中率为51.8% 三分球命中率41.9% 39次篮板球和12次失误 国王队团队投篮命中率达到51.6% 三分球命中率29% 50次篮板球和13次失误 国王队曾经一度领先10分 全场内线得到72分 快攻收获26分 现年27岁 身高6尺10寸 曾经三次当选全明星的国王队先发立陶宛以大前锋 沙波尼斯 The Mantis The Bonus 上场30分钟32秒 攻下35分和有18个篮板12次助攻 一次超截三次火锅 成为全队先发得分次多的球员 这是沙波尼斯 在这个赛季已经出赛53场 第18次获得大三元 他自从2月9日出战丹佛金快队 奥克拉和马城雷霆队和凤凰城太阳队 每一场比赛都拿到大三元 12日夜战也是他第36次连续出赛演出两双 现年26岁 身高6尺3寸 曾经一次当选全明星的国王队 先发组织后卫福克斯 The Mantis Fox 上场39分钟50秒 攻下40分和有9个篮板 6次助攻 3次超截 成为全队先发得分最多的球员 彭广阳 2024年2月14日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